今天上午,几亥2019年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在陕西省黄陵举行,包括几鼓民中、唱皇帝诵、敬献花篮、公读纪文、乐舞告继、龙飞华夏等环节。 今年的公祭活动以溯源、寻根、宁心、祝魂为主旨,范玉明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祭奠人文十足、轩辕皇帝。 上午9点50分,公祭典礼正式开始。 现场击鼓34响,代表34个省、市、自治区、特别行政区、崇敬先祖的共同新生。 明中九响,代表着中华民族崇敬十足的最高礼数。 随后,来自海内外的各界代表向皇帝陵敬献花篮。 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刘国忠攻读纪文。 在场全体人员向轩辕皇帝巷行三驱躬礼,表达慎中追远、传承文明之情。 今年增加了《唱皇帝宋》和《种植桥山摆》两项议程,强化龙飞华夏仪式。 海内外中华儿女代表一万余人参加公祭仪式。 其中,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刘兆玄、 新党主席郁慕明等三百多名台湾各界同胞出席公祭典礼。 清明公祉宣言皇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盛典, 是坚守文化立场,不忘根本的民族盛事。 不仅表明中华民族对皇帝的崇敬, 也体现了海内外华人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。 human主席郁慧 警官